下一個重點叫做潮汐 我們前面曾經把名詞介紹給各位過 好 兩張照片 第一張 下午兩點鐘 你注意海的位置 對過去 在那山的前面一點點 海水在這邊 就是下午兩點 同樣時間點再拍一張 你看海的位置跑上來了 跑上來了 海水上來了 海水的水位會深深降降 這個叫做潮汐 好 白天的叫做潮 晚上的叫做溪 那潮汐為什麼會有潮汐 是因為受到月球跟太陽的引力的影響 好 引力的影響 所以呢 使了海水會深深降降 有人把它視為一種波浪 因為會上下抖動 的波浪 然後呢 其中月球因為過得比較近 所以月球的影響比較大 大概是太陽的兩倍大 兩倍大 所以考試如果寫兩格 誰跟誰影響地球潮 就寫月球跟太陽 如果只有一格 誰影響地球潮 就寫月球 因為月球的影響比較大 比較大 然後 明石 弄懂明石 海水的水位每天會深深降降 這個叫做潮汐 海水降到最低點叫做 潘潮 升到最高點的叫做 滿潮 從低點跑到高點叫做 潘潮 從高點到低點叫做 落潮 落潮 滿潮跟跟河距離叫做 潮叉 陸地上會被潮水淹過部分叫做 潮間帶 這是第一件要會的事情 瞭解每個專有名詞的意思 你才看得懂題目在寫什麼 問什麼 海水升到最高點叫做 滿潮 降到最低點叫做 潘潮 從低點升到高點叫做 潘潮 從高點落到低點叫做 落潮 或者現在用個白話文叫做 退潮 滿潮跟高的距離叫做 潮叉 陸地上會被潮水淹過部分叫做 潮間帶 好 第一件事情 了解每個專有名詞的意義 你才看得懂題目在寫什麼 在問什麼 好 明明知道 OK 然後 我們就要跟各位解釋一些事情 好 因為月球的引力的關係 使得有潮汐 好 這個力量呢 我們國中教你萬有引力 高中以後用天文學的說法 他叫做引潮力 講引潮力的時候的 著重點是對兩個點 不同點的引力差 引力差 這樣會導致一個神奇的公司 但是會根據的三四方層反比 我們就不管他了 我們國中生就說那叫做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跟隨樣層基層正比 跟距離零方層反比 所以離的比較遠 引力會比較小 離的比較近 引力會比較大 所以 所以右邊的海水 離的最近 引力最大 所以往前走五步 地球 中間 引力比較小 往前走三步 左邊的海水 引力最小 往前走一步 本來三個等距 一個往前走五步 一個往前走三步 一個往前走一步 會怎樣 距離左右都增加 兩步 所以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左右的海水都會變得比較高 然後旁邊海水拉過來 會比較低 所以人在那邊轉一圈 海水有的時候會高 有的時候會低 叫做海水會升升降降 這個稱之為 潮汐 這稱為潮汐 然後呢 根據剛才所說的 A跟C叫做什麼 最高叫做 滿潮 那B跟C叫做什麼 最低叫做 最低叫做 甘潮 那從A到B叫做什麼 高到低叫做 落潮 退潮 B到C呢 漲潮 C到豬呢 落潮 豬到A呢 漲潮 由前面的動畫就知道 一天有幾次的滿潮 幾次的甘潮 兩次 兩次滿潮 兩次甘潮 一天會有幾次的漲潮 幾次的落潮 也是兩次 兩次漲潮 兩次落潮 OK 這說明 月球的引力怎麼引起地球的潮汐 接下來要講的是 大潮跟小潮 這個 月向什麼月向 放旁邊叫做 旺 一個向左拉 一個向右拉 兩邊都一起拉 所以海水會生的比較怎樣 高 海水會生的比較高 海水會生的比較高 叫做大潮 長的高 長的高 降的多 叫大潮 這什麼月向呢 旺 所以呢 旺的時候大潮 那這什麼月向 卡頓叫做碩 兩個一起拉對不對 所以力量也比較大 可以拉的比較多對吧 所以也拉的比較多 所以這個也叫做什麼 大潮 也叫做大潮 升的高降的低 這叫做碩 所以碩旺的時候會如何 大潮 這樣咧 一個要我往上跑 一個要我往右邊跑 兩個會抵銷嘛 所以長的沒那麼高 降的沒那麼低 這叫做小潮 這什麼月向 上嫌 所以上嫌叫做小潮 那這樣子不是也一樣嗎 對不對 也是小潮嘛 那這什麼月向 下嫌 所以下嫌也是小潮 於是結論 Bag 每天 兩次滿潮 兩次乾潮 兩次長潮 兩次落潮 好 剛才給用動畫給你解釋過了 為什麼是兩次滿潮 兩次乾潮 兩次長潮 兩次落潮 OK Bag 說望是大潮 上嫌下嫌是小潮 Bag 停 不可以只會背 要會看圖 我考試的時候畫一個月球攻轉軌跡圖 然後問說 月亮攻轉到甲的時候是大潮 你就要可以看得出來那個甲是不是錯 或者是不是旺 是錯或旺 這大潮沒錯 不是 那就是錯 OK 所以 一 要會背 要會背 二 不可以只會背 只要是跟月向有關係的題目 都不可以只會背 要能夠從月球攻轉滾圖 看出來誰是錯 誰是旺 誰是上嫌 誰是下嫌 要會看圖 要會看圖 所以 所有月向的答案 都是要會看圖 除了背之外 還要會看圖 這是講 有關於 大潮 小潮 滿潮 甘潮 長潮 落潮的事情 跟各位解釋 就是這樣 OK